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吕伟吟 今年64了 我是2003年 包袭的荒山 八荒之后没有路 我们又搞一档二框新的路 为了绿化 想党股的号召 绿化号参 修到我就花三个万 到我每天年修 下一场雨 修一回 得先几天 修个 记得先把我累一点 明天就吃一顿饭 顿饭股都没有 不然这道上不来呀 这修不了啊 修了车上不来呀 冲断之后就是累墙 累完墙冲断了再修 就这一样的 几年年的 这都修不得能走车呢 修完这啥车都能走的 修不修到走不了车 滑车都走不了 我们25.5到35吧 新的树 绿化五眼线 额的树 额的树二百多克了大点 啊 小的三百多克 别的呢 别的新树三百多克 小树得比较小 几十克 那真吃幸福 有时有两天没找的 那雨虾不算行 这边逛鸭子 没有虚在这 我不穿虚了 就逛鸭子的这两种 我们把这山上栽上杏树的 栽完了 三四天吧 穿上土给啃的 做那个够气的 真的哭的 我说你说耐着累 还不吃饭 把它挑水 搁车拉水 挑的 挑一点点椒 浇上土给啃的 我这手还都是口子 这地方全是 这我都成天包着 菜为我们家好 人家为了给儿女照顾 讲不起我就得帮我讲吧 没有啥孩子 看视频 上澎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